现在才九点半 今晚这么早就睡了 早睡早起身体好 得了吧 你明天有什么事吗 对呀 爸爸 我明天必须在七点十五分之前赶到学校 那你要射个闹钟哦 我射了六点半的闹钟 但是我怕闹钟叫不醒我 爸爸 你一定要叫我起床 我这几天总是失眠 半夜两三点才能睡着 我不知道六点半之前能不能醒 你可以吃点安眠药 我从不吃安眠药 你放心睡吧 我让妈妈叫你起床 那我睡了 请帮我关灯 晚安 盖好被子 今晚会降温 小心着凉 我有睡袋 不会着凉的 爸爸 你要记得跟妈妈说哦 放心吧 我现在就去跟她说 晚安 爸爸 根据无痛中文学习指南中的藏宝图 这个视频是像母语者一样学中文第九步的训练材料 你可以在下面描述中找到指南的下载链接 得了吧 你明天有什么事吗 你有什么事吗 你有事吗 这是非常有用的句子 可以表达以下的意思 一 你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 二 你还好吗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三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能为你做什么 四 你有时间吗 我需要占用你一些时间 那你要设个闹钟哦 我设了六点半的闹钟 设闹钟 设置闹钟响起的时间 例句 设一个八点的闹钟 把闹钟设到八点 设一个每周五上午九点的闹钟 闹钟 闹 吵闹 不安静 钟 闹钟 闹钟 我这几天总是失眠 半夜两三点才能睡着 失眠 失 失去 眠 睡觉 睡眠 失眠 失去睡眠 睡不着 很难睡着 例句 我昨晚失眠了 这种药可以治疗失眠 你可以吃点安眠药 安眠药 安 安定 安静 平静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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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眠药 让人安定 平静 很快睡着的药 晚安 盖好被子 今晚会降温 小心着凉 降温 降 下降 变低 降起 降落伞 降落 温 温度 气温 降温 温度下降 天气变冷 例句 天气预报说 下周会降温 一些人发烧时 用冰袋降温 着凉 凉 冷 温度低 着凉 因为身体冷而生病 出现流鼻涕 咳嗽 打喷嚏 发烧等症状 例句 我昨晚着凉了 今天不停流鼻涕 别穿湿衣服 会着凉的 我有睡袋 不会着凉的 睡袋 睡觉 袋子 睡袋 现在才九点半 今晚这么早就睡了 早睡 早起身体好 得了吧 你明天有什么事吗 对呀 爸爸 我明天必须在七点十五分之前赶到学校 那你要射个闹钟哦 我射了六点半的闹钟 但是我怕闹钟叫不醒我 爸爸 你一定要叫我起床 我这几天总是失眠 半夜两三点才能睡着 我不知道六点半之前能不能醒 你可以吃点安眠药 我从不吃安眠药 你放心睡吧 我让妈妈叫你起床 那我睡了 请帮我关灯 晚安 盖好被子 今晚会降温 小心着凉 我有睡袋 不会着凉的 爸爸 你要记得跟妈妈说哦 放心吧 我现在就去跟她说 晚安 爸爸 现在才九点半 今晚这么早就睡了 早睡早起身体好 得了吧 你明天有什么事吗 对呀 爸爸 我明天必须在七点十五分之前赶到学校 那你要射个闹钟哦 我射了六点半的闹钟 但是我怕闹钟叫不醒我 爸爸 你一定要叫我起床 我这几天总是失眠 半夜两三点才能睡着 我不知道六点半之前能不能醒 你可以吃点安眠药 我从不吃安眠药 你放心睡吧 我让妈妈叫你起床 那我睡了 请帮我关灯 晚安 盖好被子 今晚会降温 小心着凉 我有睡袋 不会着凉的 爸爸 你要记得跟妈妈说哦 放心吧 我现在就去跟她说哦 晚安 爸爸 ō 好 好 пра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